Windows XP 中小画家的工作环境说明 任何一个软体开启后最上方蓝色的位置 我们称之它为标题列 后方为软体名称小画家 前方未命名这个区域 我们称之它为档案名称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开的档案并没有成档 所以我们称之为未命名的档案 接下来第二排 我们看到这第二排 我们称之它为功能表列 功能表列有一个特征 当我们点选档案 它会呈现下拉式展开相关的功能 例如档案中 有 新开档案 开启旧档 储存档案 另存新档 这个我们简称为 功能表列 第三个 也是小画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称之它为工具箱 工具箱里面我们可以编辑文字 可以画线 可以喷墨 可以修改 可以画原等等 还可以调整大小 接下来我们看着下方 下方这一块有很多颜色的区域 我们称之它为色块选择区域 当我们要画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黑色的线 也可以把它变更为红色的线 当然还有其他 画画句型框 或者是画圆形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白色的这一块区域 白色的这一块区域 我们称之它为画布 这是我们绘图的工作区域 接下来我们看 视窗最上方 右上角 这三个选项 这三个为视窗的基本操作按键 第一个为关闭 第二个为还原 第三个为最小化 以上是Windows XP中小画家 工作环境说明 OK